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一部国产恐怖片 细思极恐 一幢老旧的大厦的地下车库经常出现各种恐怖事件 车库内已拔出钥匙熄火的车突然失控 撞死车主 这天侦探组合到停车场帮人调查灵异事件 他们在四周都布下了监控器 分辨观察 接下来就会 就是等待着猎物上门了 组合采取轮流休息制 这样就可以随时查看监控 又可以保存体力 队友花苞在后方睡觉时遭遇了鬼压床 他想醒来却醒不了 全身动弹不得 还好嘴能发出声音 花苞大声尖叫 呼唤小伙伴来救自己 脏便和英俊闻声而来 但他们的脸变成了石膏状 和鬼没有什么区别 花苞一下子就被吓醒了 眼前的脏便和英俊于常人无异 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花苞做了噩梦被吓出一身冷汗 长发女搀扶着他到洗手间 洗脸清醒 花苞打开水龙头 里面流出的居然是血水 他赶紧把小伙伴们叫来看 然而所有人看到的都是自来水 根本就没有什么血水 随后他们发现停车场里 出现了一个不明人物 他出现后就离奇的失踪了 侦探组合立即出发寻找酱油哥 最终在楼梯间发现了他 此时的酱油哥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 他们救下酱油哥 待他醒后询问昨晚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何他会神秘失踪 为何他会倒在楼梯间 这究竟是何人所为 这些疑问缠绕在每个人的心间 没想到重要证人酱油哥 居然什么也记不清了 他的记忆好像被人清除了似的 线索到这里又断了 侦探组合没有放弃 还在继续坚持调查案件 他们调取了网上一段广为流传的 停车场闹鬼事件 说来也巧 录视频的人眼镜男 居然和他们在同一栋大厦办公 侦探组合立马出动去找视频原作者 找他就是想问问 他录视频的时候经历了什么 公司管理人美丽告诉侦探组合 他们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帮人拍视频 当时他们接了一个单子 遇人不输 甲方居然耍赖不给钱 美丽和众员工十分郁闷 偏偏拿他们没有办法 没收入意味着没钱交房租 房东骂骂咧咧的上门赶他们走 美丽和他的员工都是有尊严的 他们感觉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 于是打算拍一个闹鬼的短视频 吓下房东 视频上传到网上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明真相的人都不敢再进入这间大厦 房东的房子没人租 美丽的公司得以保存 乐极生悲这句话一点也没说错 事后大家再细看视频 发现视频里的鬼并非工作人员假扮 这个鬼是真的 鬼被发现后开始在大厦里 肆无忌惮地出没 先是美丽公司里的人频繁遭遇鬼压床 后时电梯无缘无故停留在没有人办公的14层 更诡诈的是经常有无辜的人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 这些事件都是鬼弄出来的 侦探组和顺着这条线索往下走 开始研究视频 不放过里面的每一个细节 很快他们发现视频里有一个鬼娃 她躲在角落里隐藏得很好 鬼娃在此不肯离去肯定是有原因的 众人找到在大厦里工作最久的保安了解情况 保安一眼认出了照片里的孩子 大厦建成初期 这孩子在这失踪了 随后她的妈妈也在停车场里被撞死 这件事情由爱大厦的发展 大家都不敢乱说 几年后便彻底销声匿迹了 随后大家又发现美丽的伙计 钟芬哥和照片里的小孩 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钟芬哥见瞒不住了便告诉大家 没错 他就是那个失踪的小男孩 但是他啥也没有做 这么多年来一直本分的待在公司 只为混口饭吃 幕后黑手其实一直在暗中观察着 侦探组合 只终究包不住火 事情终有暴露的一天 眼镜哥怕侦探调查到自己身上 于是准备先下手围墙 他给大家下药迷晕了他们 紧接着又把大家带到地下室里绑起来 之前的事都是他在捣鬼 目的只有一个 想将美丽占为己有 原来眼镜男从进公司起 就一直暗恋着美丽 可惜美丽早就明花有主了 得不到的东西就毁掉 眼镜男自导自演了这场戏 把公司的人都蒙在鼓里 窜躲他们拍闹鬼视频 吓唬房主 再打晕无辜的路人制造恐慌 试图下退所有人自己当护花使者 侦探组合的出现破坏了他的计划 他这才起了杀人灭狗之心 影片最后大家合力反抗 将眼镜男绳之以法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人心比鬼更恐怖 鬼是虚无缥缈的 可人是实实在在的呀 日房夜房 家贼男房 很多时候嫌疑人 就在自己身边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